《山寨探望實錄 難以置信的隱身案》下 2010年12月 律師麥克勞德和黃新申請保釋 難民部以偷渡集團 可能幫助黃新豪跑為理由阻止 加拿大法官最終准黃新用5,000家園保釋 黃新就說沒法子籌到這筆錢 2011年1月9日 香港入境署人員在機場再拘捕4個現職機場地勤人員 包括俗稱拉長 巴基斯坦瑞的男子 過去3日行動1個11人被捕 當中6個人是機場地勤 香港警方調查後 指令案控告周伯健和陳榮聰 周伯健說有心室中隔缺損 但就不需要治療頭服飾藥物 心室中隔缺損 是分隔心臟左右心室間隔有缺損 1月10日 兩位在沙田裁判法院認訊 周伯健被控一項協助 教售慫恿恿 或促使他人向入境事務人員作虛假陳述罪 即是在2010年10月29日 在香港協助或促使黃新 接受離境檢查時 向周伯職務入境事務助理員 假稱正是離境去泰國 陳榮聰被控一項協助 教售慫恿恿 或促使他人管有偽造證件罪 即是在2010年10月29日 在香港協助或促使 葉敏明和張庭管有兩本新加坡護照 控方說案情嚴重 涉及非法泛運人蛇 反對兩人保釋外出 但卻沒有提到兩人在案中的角色 和是否主腦 沒有透露兩人是否曾經和黃新直接接觸 控方申請將來幾天後 到這個月31日再訊 會就控罪是否合適 諮詢法律意見 現階段暫時不會考慮合併兩單案處理 辯方申請保釋當時說 兩個被告都是土生土葬的香港人 有穩定職業和父母同住 兩個人事發當時都任職航空服務公司 周伯健一日這單案被停職 現在是一間旅行社機票部做事 陳榮聰兼職做救生員 兩個人在查問之下都否認同案有關 辯方說陳榮聰被捕36小時後 莫警方批准保釋當中沒有離境限制 他其實跟警方說已經訂了機票 和女朋友日本玩 警方第二天上門將會拘捕 和街上法庭應詢 令她糟糕不解 控方沒有證據顯示 兩個人有潛逃風險 兩個人願意在保釋期間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每天去警署報道 今天剛剛是陳榮聰27歲生日 希望可以被保釋外出 和父母和女朋友共渡 兩個被告透過辯方投訴 調查期間被警員勾打和威嚇 裁判官長投訴記錄在案 最終拒絕兩個人擔保外出 2011年2月3日 王山溫哥華出席移民和難民委員會 零訊 她說具備高中學歷 但蛇頭就教她入境一陣 報稱只是小學程度 王山就說 身在中國父親 委託加拿大同鄉 和她交付5000家園保釋金 政府代表律師認為 王山對非人安全構成威脅 反對保釋 裁判官最終因為王山還未給保釋金 拒絕保釋 2月10日 王山同鄉將5000家園保釋金 送到加拿大移民及難民事務部 獲准保釋 每個禮拜 一定要向加拿大邊境服務處報道 2月21日 周柏健和陳榮聰 在沙田法院提訊 改行處謀以欺詐手段取得服務罪 兩個人否認控罪 控罪說 在2010年3月1日到12月16日期間 兩個人串謀令到持有他人中國護照的人 用過護照的名字登機證 登上加拿大航空飛機 從而騙取加航服務 周柏健被指 2010年3月1日到12月16日期間 同雅代和Ryan等人串謀犯案 陳榮聰在3月1日到12月16日期間 串謀不知身份的人犯案 控罪透露有些人見到陳榮聰 檢查兩個人士登機證證時相當可疑 包括過程特別快 無依常規在證件上寫上PT的字樣 就被他們過關 後來證實證件不是屬於他們的 裁判官馬岸章說 是否將兩岸合併 應該留回轉交區域法院時再作申請 將我爬到3月7日 等控罪提出轉交區域法院申請 陳榮聰總要5萬元現金保釋 周柏健繼續還押 區域法院期間下令將兩個人案件合併審理 外籍主控官葉祖耀在開審前幾天才接手案件 6月14日案件原本在區域法院開審 葉祖耀在庭上透露 案發期間被揭發用假身份證登機 偷對加拿大案件1-4宗最少涉及6個偷渡客 他在幾天前才接手案件 需要進一步取證 這個押後開審 法官就說法庭不會責怪葉祖耀準備不夠 他接手之前有兩個大陸司接辦這宗案件 後方這樣準備不夠是很罕見的 希望律政司能夠檢討防止事件重演 案件定在12月17日再排期 9月7日案件區域法院開審 26歲的周柏健和27歲的陳榮聰 否認串謀已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罪 9月8日控方開案陳辭說 周柏健和陳榮聰在地勤代理商港星服務 簡稱SATS 任地勤代理上司亞代 周柏健說根據上司亞代指示行事 亞代以外周柏健給頭套客登機 每個頭套客獲得2萬元 周柏健最終沒有獲得任何報酬 港星服務在香港機場 提供去加拿大航班地勤服務 在香港機場離境大堂 兩個地勤負責登機閘口檢查乘客證件 用特定顏色筆在乘客登機證上畫上記號 2010年5月16日 4個內地人拿著香港護照 上京香港的加拿大 給入境處人員折獲 揭發他們持有假護照 4個人經常拿著登機證 真正持有人 案發一陣都不在香港 登機證上有顏色記號 分別是周柏健和陳榮聰畫照 2010年12月14日 下午12時18分 兩個內地偷渡客 以羅一華和韋子要登機證 辦理登機手續 周柏健在登機證上畫上紫色記號 羅一華和韋子要搭AC18航班 在溫哥華著陸 和海關說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入境記錄顯示 兩個同名的人仍然留在香港 2010年12月29日 黃新用卡新聞應登機 拿著美濟人士史國登機證 畫上啡色記號 保安號碼是由額代發出的 黃新拿經濟客位機票 最終可以由商務客位通道登機 周柏健當時負責檢查商務客位的旅客 另外三批偷渡客 由兩批一日拿著護照質素差略 在香港機場被入境處職員偵破 其中一對年輕男女 登機之前 在老人和楚倫以人前優先隊伍排隊 引入境處職員懷疑 他們拿著新加坡護照 但卻未能回答英文查問 被揭發企圖偷渡 入境處質疑陳榮聰 為何被這對年輕男女牌優先隊伍 陳榮聰解釋 男子聲稱首部受傷 警方局後拘捕周柏健和陳榮聰 陳榮聰在警戒之下 承認事發當值 2010年12月29日被解僱 周柏健說 看新聞報道 才知道黃新偷渡那件事 周柏平專程由外地來香港作供 恐慌播放一段20分鐘閉路電視片段 內陽案發那天下午5點多 旅客由登基橋登上商務客位機倉 見段見到一個老人戴帽 外面披著黑色外套 穿著紫色衣服和啡色長褲 周柏平認出那個老人是黃新橋莊的 呂地勤譚譚民作供當時說 周柏健和陳榮聰案發那天負責商務客位入口 9月12日 一個入境處女資源作供那陣 被建方質疑她 拘捕陳榮聰那陣 沒有依照有關程序 並而事前沒有知會上級 女資源強調有跟隨指引 案件名額逐審 周柏健和陳榮聰繼續獲准保釋 12月17日 裁判軍黃崇厚作出裁決那陣說 周柏健承認根據上司雅代指示 對懷疑人蛇 採取隻眼開隻眼閉 顯示周柏健一早已與雅代達成協議 裁定串謀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罪罪名成立 陳榮聰在入境處職員盤問那陣態度迴避 後方說 彭玉眼雖然可以見到護照真假 但法官相信陳榮聰未必一眼就可以辨別真假 加上要短時間檢驗大量旅客證件 即使旅客登基證留護照的名字不對 陳榮聰亦可能察覺不到 法官認為 沒有供詞證明陳榮聰有罪責 若接受控方不理推論 會連累無辜的人 裁定陳榮聰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 代表周柏健律師求情時說 周柏健受他人指示 司會串謀協助旅客偷渡 在案內並不是擔當主要角色 即使沒有幫助 亦發生今次偷渡案 為免再犯案 周柏健已經主動辭職 沒有證據顯示 他重新收取利益 周柏健的媽媽和兄弟寫信給法庭 都說周柏健的性格很好 態度積極的人 兩個人都要求重新處罰 周柏健在求情書中說 案發之後已經辭去地勤職務 感到協議 希望法官可以輕判 法官將案檢查到下午宣判 財務官黃崇厚判營可鎮說 航航公司一直努力防止偷渡事件發生 聘請工作人員 防止偷渡活動 不僅為保護商業利益和航航公司的名聲 偷渡活動也危及航運安全 周柏健的崗位是機場保安最後防線 現在各地機場重視防範恐怖活動 周柏健的行為危及乘客 打擊香港出入境管制 損害香港國際聲譽 令外國出入境機關 特別留心由香港出發的旅客 對他們造成不變 案中四次未獲授權下使用他人身份登機 其中兩次是周柏健當席的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 他主動協助偷渡下登機 周柏健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 法官相信他是串謀的 周柏健雖然無案底 半年以來持續犯罪 清楚事件是不合法和有嚴重後果 初犯並不是減刑的理由 判刑以後有阻嚇性 周柏健嚴重違反誠信 故意不執行應進職務 打擊香港出入境管制措施的成效 判入逾三年 周柏健不服判刑提出上訴申請 2012年9月11日 上訴提零訊和頒布判詞 駁回上訴申請 2021年4月28日 立法會以39票贊成 兩票反對 通過入境條例修訂草案 容許保安局局長 副權入境處處長 指示某運輸工具可或不可 運載某乘客 香港大學公會發表聲明 質疑修例副以入境處處長 不受約束權力 或限制港人和其他人離開香港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重申 修訂是為了執行特區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對港人出入境自由 沒有任何影響 這次修訂是針對難民 號刑聲請 希望從源頭減少非法入境者 立法目的是推行 預報乘客資料系統 要求來港而非離港航班提供乘客資料 強調香港居民出入境自由 受法律保障 入境處資料顯示 由外國乘搭航班來到香港的難民很少 他們到達香港國際機場 向香港入境處自首 聲稱為難民 申請號刑聲請 2014年3月3日 入境處採取 統一審議機制 號刑聲請出現高峰期 達到8851宗 巴基斯坦佔30% 印度佔20% 印尼14% 曼加拉11% 非法境者佔4成 最近3年 2019年號刑聲請有1,213宗 2020年有1,223宗 修例之後的2021年 倍增到2,528宗 於是 成縣的 進入 催法